穿著花紋 獅子上衣 留著一頭長捲髮 手臂線隙的女子 面對警方的盤查 雙手十肢緊扣 不停晃動 呈現酒醉狀態 說話含糊不清 原警向女子索取身份證 想替她聯絡家屬 卻赫然發現 該名女子的真實身份 竟然是位裝飾男子 而且還是位通緝犯 怎麼幫女子不成 反倒抓了個男的 一開始主犯認為她是女生 因為她身穿和服 然後又有明顯的女性特徵 後來已經她念出身份證知道 後才知道她是女性 凌晨兩點多 基隆市原警知性 巡弱勤務時 發現一名女子搖搖晃晃 走在路上 還突然穿越快車道 現象還身 於是上前攔下女子 提供協助 卻在查詢身份證過程中 發現女子是82年次 有詐欺前科正被通緝中的 莊姓男子 男子向警方公稱日前前前往泰國進行變性手術 但礙於經濟狀況 只完成上半身 目前在酒店上班工作 預計存錢完成全身變性手術 想不到竟然因為酒醉遭原警逮捕歸案 再看一次男子被捕時的模樣 四肢仙細搭配著一頭霧黑長髮 任誰都想不到 原本要幫助酒醉女子 卻意外逮到男性通緝犯 記者朱定榮有保針基隆報導 一頭霧黑長髮